字幕組織 《日日好生活》 歡迎大家收看《日日好生活》 我是節目主持人胡耶軒和我的好拍檔 Hello 還有我Yoyo Yoyo 我想問問你 平時自己喜不喜歡自拍 甚至可能拍一些風景相 家裡有沒有相機 其實現在這麼方便拍照 當然狂狂去拍照 其實甚至都有想過 買一部專業相機去學一下攝影 但你知不知道 就算是一部好的相機也好 你不懂攝影 都是拍不到漂亮的相機 因為我會覺得 差技巧也會差一點 不過攝影上 究竟技巧要怎樣去學習 我今天請了一位專業攝影師 上來跟大家聊聊天 他是Steve 你好 Steve 你好 我想問問你 好像Yoyo那樣 想學拍照 首先想問一個問題 你怎樣接觸攝影 我第一次攝影接觸是因為爸爸送了一部相機給我的 那時還是菲林年代 菲林年代 菲林年代 每按一架菲林 你都要想到很真實才能按下去 是 是 是 但其實現在拍數碼 人們就 我覺得是先按了 然後再想 但你覺得攝影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一部 我覺得是可以把漂亮的東西拍出來 因為有時候我們 譬如客人眼看到的東西 跟相機裡面看是很不同的 會給人有一種很驚訝的感覺 是 譬如有些突然間有一刻 你會不會說都會有一種感覺 走到街 突然間那一刻 突然間看到有一件東西 很漂亮 立刻留著它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都會有的 會有的 做得我們這行的大部分攝影師 都會覺得有相機在身邊 就會有些安全感 是 是 會不會我們搞笑點說結業病 會不會有這些的 可以 是的 但通常有時候你不記得戴相機 就會有些事發生 是 是的 其實是不想浪費你 可能看到那些很漂亮的東西 想捕捉它最尾的一刻 是 通常以前那個年代 菲林年代有些朋友就說 以前就說 好像你剛才說 我們要構圖各方面想得很久 才去刺拆的 要按鍵的 但現在很多朋友就說 不管了 拍了十張拍張 選一張最好的 其實你覺得這這麼多年 慢慢由菲林年代去到數萬年代 這樣的一個大轉變裡面 你覺得各方面大家去攝影 那個生態和技術方面有些什麼轉變 其實我覺得現在人拍數碼 那些相片是漂亮的 是漂亮的 有時候看回以前拍菲林的相片 都覺得是不夠漂亮的 不夠漂亮 因為以前我們譬如專業來說 譬如把一個廣告 很多時候要試一些 即不即有的菲林 你每試一張都要成本 大概都要十元成本 所以有時候你試到一個階段 你覺得要收手了 是時候要拍菲林 是 現在拍數碼 你就可以半秒間 十分之一秒之間 你已經看到自己拍成怎樣 然後你就是改善一些光線 改善一些角度 所以其實現在的人 雖然是你覺得 有些人用濫拍去形容 亂按的人 但我覺得有時候 都會被他撞中一張 不過我教人拍照 就經常都叫人 你要想了才去拍 因為你撿照和選照 是很浪費你的青春 是 有時候你拍半日照 可能你撿照和撿照 要搞兩三天 是 所以先用腦 再按按鈕 其實是化算一點 化算一點 是 其實我想問 可能對於一些初學者來說 例如我想去學 其實一開始 最基本需要些什麼工具 最基本 其實如果你想訓練自己的 sense 或者一些觸覺 其實是一部傻瓜機 就可以了 但是進一步 你可能怎樣也需要一部單反 就是單鏡反光機 就是要拿著小炮 拿出去 要拍一拍照 有些朋友就會問 經常都說 學攝影 學攝影 其實很想去真正正正 找好像steep 你的專業的人士 去師傅 去學習 去學習 去學習的時候 通常 首先其實基本 有些 自己個人有什麼概念 或者有什麼概念 是自己會比較 最好的 或者說 會不會有什麼類別的 會自己選擇去學習 比如說 有些人喜歡拍攝人 有些人喜歡拍攝景 拍攝花花草草 對 會不會有這樣的建議 給一些學生 我想 最重要是拍攝一些 你自己覺得很有興趣的東西 因為 像你所說 有些人喜歡拍攝人 有些人覺得 拍攝人 我不喜歡 我喜歡拍攝景 先選一些你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是 然後我覺得 相機的操作 光圈快門 那些其實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 一會兒你就明白了 是 反而有些人學拍照 可能學很久 都會覺得他拍得不好 就是他沒有觸覺 沒有觸覺 沒有觸覺 以前其實拍照 拍得好的女生 是很少的 是 現在拍得好的女生 拍得很多 因為他們不需要 好像以前菲林 這些器材 比較沉重 是 現在可以很輕輕 甚至用電話 都可以拍到一張 挺漂亮的照片 反而覺得女生先天的感受 真的比男生好 因為那個觸覺也很重要 對 還有 有一點點失誤了 其實現在可以用照片 撿了它 即是我PS了它 這個很慌 對 即我們很多時候 其實你們通常 是不是真的 說 不是很建議人家撿得太厲害 即講到這一方面 我自己就 不喜歡照片 過分去撿的 是 即我喜歡出一些Original的顏色 是 是 那 但其實現在主流 大家都是撿相多 撿相多 所以 反而我自己真的做一些 自己喜歡的東西 即我差不多每一張照 都是Original的顏色 是 我不太喜歡那些顏色 是 我經常說 繳得古靈精怪 即已經不是那樣東西了 是的 但又的確 如果有些照片拍得比較差 你把它改到古靈精怪的顏色 會令人覺得眼前一亮 是 即是 穿相片的內涵多些 即是 科技雖然發閒 但始終那個攝影技巧 都不可以離不開 即是或者好像 有些朋友就會覺得 咦?其實我們經常說 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是必須要有個構圖 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 就講到觸覺這件事 其實會不會說 很多時候有些朋友就說 咦? 經常又說 看一些叫線位 甚至乎可能在相機上面 都會有些格子 讓我們慢慢去學習 其實這些來講 你有些什麼技巧 或者可能在學習當中 會教導給大家 以我自己為例 或者教人的時候 最感動到我自己的 就不是那個地點 反而是那個光線 光線 你有沒有見過 有些相片很有氣勢 譬如在沙漠 很大沙塵 有些我們叫耶穌光 在後面這樣傳 是的 即是有很多照片 其實沒有那個光線 是不漂亮的 所以有時候 最吸引到我 第一件事就是那個光線 光線 所以如果是我們平時 做job的話 如果是可以改期的話 如果拍outdoor的照片 如果天氣是不好 拍出來一定沒有好天那麼漂亮 嗯 是 那在捕捉這個光線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什麼困難的地方 其實會的 其實很陽光 雖然拍照會漂亮一點 但是相對的技術會需要高一點 是 例如有些天氣是很好天 但是上面你望上天空 有很多雲 就是它一時就光 一時就暗 一時就暗 如果以前菲林年代 你會浪費很多菲林 因為現在的數碼 你就可以很短時間 就可以直接調整 還有你需要很多燈 或者適當的燈去曝光 嗯 譬如說 在你這麼多年的攝影 那個生涯裡面 你通常會比較喜歡拍 哪一類型的照片 會比較多些 其實我喜歡拍人多些 喜歡拍人多些 如果拍景來說 近幾年我們最深拍水底 水底 水底 為什麼會吸引你呢 為什麼水底這麼吸引你 我覺得水底的世界 會將你帶到一個 前所未有的地方 也不是平常人可以去得到的 是 水底的世界 我覺得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 可能是水底 很奇妙的那種感覺 是 你落到它已經不容易了 是 拍到一張漂亮的照片 有時是更加不同的 好難的 其實我想問 如果拍水底方面 那些的器材 是否會有不同的呢 其實現在數碼化了 其實大部份都是用數碼相機 用數碼相機 即是都沒有問題 我自己還保持著 有一兩部是菲林機 是 都有的 因為拍菲林 拍水底來說 是會有時你眼看見不清 景循會清了 是嗎 是嗎 有某一些相機的設計 是比數碼更加好的 但現在主流 差不多每個人都用數碼 明白明白 其實我又想問一下 剛才說到 拍一些戶外的照片 拍人 或者說其實 在那個studio裡面拍的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朋友就說 如果在戶外 不夠光 就好像用了一種 就是說 它會變得更快 其實我又想問多一點 如果真的在戶外 爆了光 其實在某程度上 相機裡面有個設定 可以拍一個file 叫Wall file Wall file Wall file 就略光了 略暗了 這樣嗎 但我自己平時 一般來說 拍一個JPAD就算了 因為我會看那個preview 看得很準 是 即是日後是不用收拾的 但如果你是初學的 我建議你拍一個Wall也沒有學 是 那你慢慢自己再 待天矯正它 你會發現原來收拾相 是這麼慘的 花時間 那你會慢慢 你會拍到漂亮的照片 就不用收拾 嗯 拍一個Wall file 也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嗯 其實呢 講起這個收拾相 其實你覺得攝影 即是拍照的時候 和收拾相 這兩個的比例 是應該怎樣的 即是你體重哪一樣 多一點 其實 那看你是哪一個領域 如果是廣告攝影的話 就非收拾不可 哦 甚至廣告攝影師用的 數碼相機 都不是你平時聽到的牌子 就是那些 那些動攝 可能都是十幾萬 五、六十萬一部都有的 那些拍到都不會拍JPG file 全部都是拍MOR file 是預理之後要繳色 要去收拾 那那個解像度是很清很清的 是啊 但是平時你譬如拍婚紗相 或者拍wedding day的相 或者是拍一些風景相 或者是水底相 都是用單飯機來拍的 嗯 其實已經很夠很夠了 明白 原來攝影這件事 真是薄大精心 聽像Steve這樣說的時候 相信大家想有興趣 更加聽到一些Steve的講解 讓大家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日日好生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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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勝海鮮 由高廚炮製 備製焗蠔 漁川炒拿鞋 屯門家彩漁川酒家 煮出海鮮式香味 三文魚 咕嚕肉 還有沙爹串燒 碟碟素菜 幾可暖震 令你食指大動 還快點來大自然素食試一下 傳統培餘智慧 現代護理調養 專業培餘員 陪你坐月子 愛寶寶 愛惜你的身子 好月子培餘 令寶寶健康 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 一生沒煩惱 Crickstep 環保高科地板 原裝給你試入口 安裝方便 容易打理 如有任何查詢 歡迎親臨快二店 皮具重新 換言一身 考手精工 助理重拾適日激情 動身蛇 傳統竹麵 懷舊點心 米芝蓮升級食苦 正豆竹麵專家 抗碎腦吃甚麼最好 超級營養食品 新大摘有機螺旋組粉 和有21種氨基酸的鮑魚羊 精緻點心 考手製作 延續傳統 不斷創新 理想點點心專門點 是你五星級的選擇 正宗補到料理 沿用台灣一等靈米 傳統老肉飯 台灣牛肉麵 風味台式小吃 盡在讚好 好 回來日日好生活 繼續有胡有軒做主持 和我的好拍檔 Hello 繼續有我Yoyo 繼續有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是攝影師 Steve 你好Steve 我想問一下 好像有些朋友 就經常都說 咦 我們現在數碼年代 但是呢 有些朋友 就想用一種懷舊的方式 去尋求以前的感覺 就是說 都會有些朋友去找菲林機去玩 但其實我想請教一下 其實菲林和數碼 兩者之間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哪裏 或者說 有些什麼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用數碼機和菲林機 最大的分別就是快門 我想很多人都不太察覺到 以前拍菲林 同一個快門 例如速度是125分之1秒 菲林機是沒有那麼容易手震的 因為菲林機是直接把光 補在菲林裡 閉一聲就已經補乾了 但是現在數碼 其實是中間經過一些處理的 所以相對地 同一個快門 其實數碼是容易手震的 所以你看現在的鏡頭買得很貴 有些人說防手震 會收得很貴 就是因為 買了那些鏡頭 真的容易手震 即是它有些方法處理了 它裡面的鏡片是浮動的 即是令到抵消了你的震 所以最大的分別就是 還有菲林機有時候震了一點 你會感覺到好像很有feel 但是數碼有時候震了會震得很肉酸 要玩手震震得好 其實數碼是比菲林 如果你看慣了一些菲林相 再看數碼 你會永遠覺得數碼的相片很清 一看回菲林 你會覺得菲林沒有那麼清 反過來你都會不習慣 看你習不習慣 是 還有那個前後感 菲林是比較好一點 菲林比較好一點 前後感 但是歸納了那麼多東西 菲林的好處 數碼的不好處 其實我覺得菲林都是輸一絕的 輸一絕 其實始終波期先進了 就是先進了 始終都要學習一下進步 有些朋友看 尤其是好像我這幾年最深水底攝影 入同菲林下去36格 當你拍到第一個dive 你拍了15格 之後你只剩16格 那你會想一下 換菲林好 你只剩16格 就不夠拍呢 應該夠了 之前拍了10格 那你下去的時候 發覺有很多東西拍 拍到第36格 你已經發覺 要再換 要上水 再換 那別人拍數碼的 那些就 就可以一氣呵成 這樣 他們會捕捉到一個時刻 不停拍 但是其實 綜合的質素來講 始終 尤其是我們這些老一派的人 會喜歡菲林多些 嗯 但自己平時做得很少用菲林 嗯 很少很少 其實在那個 菲林和那個數碼的交接期當中 就是剛才我們都有分享過 有聊過 即是說 始終有些朋友 有些以前的攝影師 都好像 接受不到 接受不到 不是很習慣 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嗯 譬如好像在廣告攝影的領域裡面 是 以前你拍一張很簡單的照片 譬如 譬如我以前拍過某個牌子的廣告照 是一頂錄影帶 是 在電視機上飛出來 是 以前是用真技術去拍 不是假的 是用真技術去拍 當然是比較複雜一點 可以收到很貴 嗯 可以收到很貴 但是現在呢 會很便宜就有人拍到 因為他會拍幾個叫做褪地照 褪地照 褪地照 然後在電腦上做那個效果出來 哦 可以這樣 即是可以拍到隨便拍都可以了 即是現在就可以做到這個表現 現在可以 而且 很醃餘的人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其實 即使令到一些東西 覺得有點動的感覺 嗯 還有有時候拍些東西 要靈空浮起的 我們以前是用一個很複雜的方法 譬如一個背景紙 前面有個杯 我要它浮起 是的 那我要穿 弄壞一張背景紙 找到截通穿過去 然後再弄壞一杯 用玻璃膠擠著它 後面就用東西撐著它 那你就從某個角度看過去 就好像靈空了 即是那時候拍這些效果 就要真的做這個效果一場 這些如果是4A的航空公司 可以收到很貴 嗯 但現在不用了 拍過白色地 脫地 做出來其實是一樣的 嗯 甚至以前我們拍照 那天產品的那個影 譬如後面的影 我要拍起來 因為我日後要出你的影 要拍得很漂亮 現在你可以拍到沒有影 就行 Photoshop可以幫你做一個影 不用了 所以現在Photoshop 做了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數碼化了 會令到 尤其是廣告攝影師 影響會大一點 嗯 大家都會知道 現在那個技術先進了 不過有很多時候 就是那個技術方面 就好像 當然 不是說那麼高 最重要的是影像是sharp 是 影像最重要的是sharp 不過我聽人說過 有人研究到一種軟件 是 是 是你拍到那種軟件 可以幫你按鈕 可以剩下清 這麼厲害 我最近聽有一個人這樣說 是 但那個未推出市場的軟件 哦 我們已經偷渡了一點 有時候 如果你拍一些相片 你最覺得沒得救的就是outflow了 是 其餘的色彩 光線 如果你執照很厲害 你可以救得到 哇 可以這樣 因為平時攝影師 最怕就是outflow了 現在就可以有這個緊實 大件事 outflow 會有這種擔心 嗯 我覺得 雖然這件事 可能未必正式推出 但我覺得遲早的事 是 以前我們十幾二十年前都覺得 匪夷所思 按個按鈕 那圖片可以去到這麼遠的地方 是 是 但現在做了 以前同一個job 你要請很多個助手做事 是 沖完飛躂就拿去沖 沖完就坐在那裡等兩個小時 但是沖出來怎樣 沖完之後給我看完之後 還要拿去給那個廣告公司 看看行不行 是 那已經沒了半天了 是 現在就按個按鈕就去了 以前我拍過有一個廣告拍一段 但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很辛苦 是真是真功夫 所以不會覺得 你們以前這些師傅叫師傅 很辛苦 所以跟你們學習是沒有錯的 不過如果要在市場立足 你就要轉 真的要轉 就是要慢慢去適應新的技術 科技 現在也有很多廣告攝影師 都是拍得很好 只不過我自己就不是太喜歡 執訊執得太厲害 而我教人拍照的時候 都是希望我拍一段時間 是一段時間 是 希望是一段時間 是的 或者這樣 這次你也有帶了一些作品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如一起可以看一看照片 一起 Steve和大家可以一邊解釋一下 就是細緻一下 當中這些照片上面的一些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其實近這四五年 就轉了去拍分殺照 是 那我自己拍的照 其實我轉了這個角色 我自己很開心 是 因為我自己銷售人的時候 我跟別人說是不收拾相 是 是 所以我就會想一些 地點或者光線 一定要很漂亮很特別 嗯 還有我幫新人拍照 他們也會預料到 有一點點像一些 adventure的感覺 是 好像這個地方 其實很多行家都會去拍的 是 是大潭的水壩 大潭的水壩 那這個水壩 如果沒有水我絕對不去 是 是 因為我覺得它要很滿水 很多水才漂亮 是 那這天是打完風之後的兩天 哇 簡直是讓新人摺到水裡拍的 哇 難怪那種感覺這麼棒 真的嗎 很自然 拍一張照 其實第一件事會令人吸引的 就是那個取景 是 如果你懂得取景 你就會… 很重要 贏了一段 是 是 這張 這張我覺得是… 很有感覺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人會去的 在觀塘 好像是觀塘海濱公園 觀塘 大家想像不到觀塘 但是這樣就能說 是呀 我可以拍到這個嗎 這次其實我剛好經過 對新人想說去一個地方 是他們認識的地方 是工廠大廈來的 我來看見 哇 為什麼那裡這麼大煙 然後又下車走了 看到這個光線挺有趣 很有…很有拍電影的感覺 真的 這些煙是Lacho 它狡不狡會噴出煙 真的嗎 有水、有煙、有音樂 那我真的要… 有空去走一下 對嗎 我感覺到拍攝 不錯 這張照片呢 其實這是在灣仔的舊區拍的 是 你看見前面的士經過 其實是我特意等的 因為看到有輛黃色車 紅和黃是一個視角上 很刺激的 是 令到畫面不用用電腦收拾 都好像有菜式又黑白 那樣 這個意境都是你特意去做出來的 這些我們叫做景大人世的照片 景大人世 其實我自己就拍到個人很大頭 有景大人世的也會有 是 好 下一張的作品 下一張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一張我覺得挺有趣 因為我剛才一看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先去看了一個影子 是 我不是看了他們這一對新人 第一時間我先看到一個影子 為什麼會有這一張的構造 這張我拍的時候 其實我也怕會有很多人 不會看發生什麼事 是 當時其實是 我教人拍照 時 叫人們拍這些照 是很容易吸引人的 因為拍他們的影子 是很容易吸引人的 但是那時候 剛剛有一陣風吹過來 一個頭沙遮了對新人的樣子 我覺得好像有點優文感 所以就拍下來 好像特別忘了給大家聽 遮住妝物給你看 是啊 這個是因為好天 後面的天是藍天 是啊 通常藍天那些 很多行家都會喜歡做下去 如果天氣不好就做下去 我情願願願意不好天就改期 我不好天就改期 對 因為捉到天氣其實很重要 所以其實地點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那天要好天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 好天的天氣 通常你們會在戶外去拍這些照片的時候 通常你們會不會有一個特定的時間 是幾多點至幾一點 就是會是比一個黃金時期 其實拍歐多威最難的就是夏天 最難拍夏天 就是你走出去你已經想死了 爆炸 如果是中午時間 因為頭頂光 射在鼻子那裡拖了影 一定不漂亮 所以大概中午那段時間 就不適合 如果夏天來說 可能你11點到2點 你要找些地方是有瓦遮頭 譬如在大家都認識的香港大學 中環找一些建築影 讓他們可以躲起陰陰的地方拍 到黃昏的時間 他們就可以走出來拍些大自然的景 你拍些大自然的景 大自然的景是一定要 好陽光才漂亮 聽完Steve這樣說 相信大家今次的節目中 學習了很多攝影的技巧和知識 但很多時候有些朋友都說 就算家裡有部相機都好 自己拍攝 始終那個技巧上面都真的要學習 我就準備去找Steve報名 如果大家真的想學攝影 不妨記住Steve 上網找資料 相信大家要馬上報名 學懂之後拍多些美照 如果大家想節目重溫 就可以抄下我們意見的網址 就是www.apasmillerling.com.hk 或者用你們的智能手機 上到App Store 然後搜尋我們 下載應用程式 隨時隨地都可以重溫我們的節目 再一次多謝Steve 跟我們講解了這麼多 好,我們今天日日好生活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同時間再見 拜拜 来吧